昨天總統有跟花蓮的徐縣長來試試 但是中間好像對於保存戶的認知上 好像出現了一點落差 那現在就是無能力也不質疑說 這總統是在亂找 花蓮縣政府所承報上來的 所謂的預計撤離的保存戶 總共是8259名 但是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的徐縣長 他在報告的話是3000多人 事實上我們後來在盤點清楚之後 因為8259這個數目字 也是花蓮縣政府報上來的 但是我們還是一再呼籲 第一個請花蓮縣政府 以及他們有轄下的很多鄉鎮公所 在報所謂的 集在人不在 也就是說有社戶集 但是人不在現場的時候 要再確認清楚 然後我們才知道真正的撤離人數 所以我們昨天在晚上9點的時候 也要求地方政府對於集在人不在的部分 要能夠確實掌握 先感謝徐縣長率領的團隊 以嚴謹的態度面對這次的颱風 剛剛徐縣長所講到了 這個交通的問題 屬於長期的交通發展的部分 左院長已經多數公開聲明 一定會持續不斷的 在過去蔡英文總統推動的交通建設之上 努力就長期性給花蓮縣民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 剛剛徐縣長也特別提到 預防性的撤離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不知道這部分徐縣長 目前花蓮縣政府做得怎麼樣 跟總統報告 預防性的撤離 我們一共是撤離了三千多人 那住在收容所的 我們開了37個收容所 住在收容所有390人 那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大家有一些已經移動 然後可能去務農 去做他的生活日常 但是我們要求在入夜前 我們這390個人還是要回到收容所 那其他的一親或者是到他 他的第二住所的話 還是維持如此 總共預計要 目前撤離三千多個 但總共預計要撤離多少人 我們就是撤離三千多個 這是全部撤離的 對 已經撤離三千多個 但是花蓮縣政府根據依法 要撤離的總人數或總戶數有多少 因為一旦是警戒區 就要撤離 我們目前花蓮縣政府 預計要撤離的 總共有多少人 目前撤離的三千多人 我們全部的保全戶一定是優先來撤離 一定是手中一定撤離的部分 我知道 但預計要撤離多少人 需期撤離在戶籍內的有5884人 但是這是戶籍人口 那有一些其實他在 在籍人不在 籍在人不在 的部分 那我們也有請各鄉鎮公所的村裡 林長去追蹤 這部分請許縣長還有縣府的團隊 能夠確實掌握 因為目前中央應變中心所掌握的 貴縣應該要優先撤離的人數 要到八千多位 八千兩百五十九位 目前只撤離三千多個而已 跟總統報告我們現在我們的這個更新的狀況是 一共六十一個村裡 一百 一千五百一十五戶 那在籍的戶籍人口是 五千八百八十四人 實際居住是三千零六十一人 是 所以已經全部撤離完畢嗎 對 撤離是三千零一十三人 沒關係 這個 這個 再 確認一下 到底 華蓮縣境內 因應這次颱風 必須要撤離人數有多少 目前撤離的三千多國 如果還沒有達到標的的需要國軍協助了 也請國防部能夠協助 好 加油 好 加油 那個徐縣長跟縣服團隊謝謝你們 好 謝謝 你 challenges 神經樂 sustaina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